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苏永春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打造精纯保健的新蓝海 现在的医疗治疗趋势都是再生医学 可是我们在保健领域 如何透过再生医学的发展 用一个精纯保健的方法 来达到抗衰老保健的目的呢 其实我常跟大家分享 干细胞够多它会决定你老化的程度 免疫细胞它会决定你老化的速度 在2018年台湾的卫福部 已经公告了再生医学的特管法 可以做再生医学的临床治疗 但是它同意的或适应症都是重症 或者是像癌症这样子的病人 我们在精准保健领域 可以帮大家做什么呢 所以我想如果可以开发一个好的产品 或方案或治疗 可以达到精准的目的 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要有精准保健 就要精准的检测跟精准营养 那我们可以透过流氏细胞仪技术的平台 我们先帮每个人检测 你的干细胞免疫细胞数目 比如干细胞我们可以检测 CD34 CD90 CD105 就是照血干细胞 还有免疫细胞的族群 在免疫系统部分 我们可以检测 NK NKT T细胞 比如CD3 CD16 CD56 这些免疫细胞的 COMARK细胞指标 来达到我们精准保健的检测方法 比如检测完之后发现干细胞有增生 它的外密体有增加 它的粒线体有活化 包括我们指标的细胞因子 它有达到分泌的功能 这样子我们就能知道 我们有没有达到精准保健的目的 所以精准检测是精准保健的一个重要的核心 我们应该往这方面研究 跟提供这样子的保健方法 融化